今天我们路过了日本的一家百元店 你看 在日本是100 但是化成人民币现在的汇率 大概是5块 多一点点吧 那我们去看看吧 才几月份 这8月份已经送这个 万圣节的主持的东西了 这个什么 才才 才最少时候 这样一本 这个价格还是不错的吧 这个好可爱啊 这柴菜 还有这些杯子 这种都是易碎物品 这个也好好看 看 我觉得比我们国内便宜太多了 我们国内里面装花的 没有便宜的 像这种你看 这个玩我喜欢 这种餐具我买回去 真的是不方便 他睡 这是日本的百元店 我觉得太大了 根本逛不完 再来看 这么大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一包 看的 没的 穿手链的吗 是不是穿手链的呀 咱也不懂啊 这什么呀 这个我不懂哎 这个一百五块钱算贵吗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我觉得那些 过碗瓢盆我是喜欢的不得了 火筋 啊文具来了 这里都是本子 有些东西我觉得五块钱真的蛮便宜的 有些呢就觉得一般了啊 啊这有国内的本子 各种笔啊 是牌子还可以的吗 你看到吗 搬嘛 搬哪啊 哪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这都 还有牌子 还有派东的 啊 只要五块多 还是蛮划算的啊 看看 哎 哎这个笔好好看啊 啥意思 看不懂 硬张啊 便利贴来了 是绝笔刀 这里还有铅笔 猜猜这是什么 哦那种猜的那种 后卡的那种 文件夹来了 文件夹 这里五块钱一个 我觉得还是蛮便宜的 这个是不是做手装用的呀 这种是什么呀 手装夹的 啊手装夹带也有啊 这里也是 这什么球呀 可以弹了弹去那种软的 这种是什么 好像是单独装东西的袋子 哦对对对 寿风的 这都是小孩子用的 洗澡球 放在浴缸里 对 钥匙圈 哎这里有一个印章 是不是 不少温 好 还有很多日用品 这里是手帕啊 你们想不相信这里所有的东西都五块啊 我已经被震惊了呀 我都不知道原来五块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 走了走了 等等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这是之前拍的视频 哦 那occasion 这 scheme